以下節目含粗言諭語 只適合成年人收看 18歲以下人士 請在家長陪同下收看 敬請留意 嘩 什麼東西來的 這樣也可以 嗯 吃不吃得的 立冷煞 終於吃了一下 吃了一下的東西 阿翔 你說吧 我給你太遠了 鏡頭的麥克風 我給你太遠了 你覺得如何 喜歡的炸鹹 炸鹹 為什麼 竹鳥 竹鳥 純粹竹鳥 其他呢 其他 沒什麼特別 不會吃 沒什麼特別 這個金字驚是給我滾到你 太肥膩了 其實還有什麼要做 說兩句 作為一個九零後 你可以盡情說 那個粉果 可能是冷了 對 很油 很油 還有什麼要不喜歡 都沒有了 都沒有了 好 那 鮑先生 今天晚上如何 好 今天晚上可以 好 炒蛋 炒蛋 很好吃 你覺得好吃 因為 之前做過這些飲食業 我永遠都是 我欣賞他們的功夫 比 他們的配搭 蟹嫩就是配搭 你也不忍耐 他有功夫 有功夫 但相比起 那個蛋白 真的 OK 功夫的功夫 多與少 應該這麼說 那個蟹嫩 我敢說 我做三次可以做到 這個蛋白 我做十次 我未必做到 不會的 講完 我的意思就是這樣 那裡有功夫 你炒蛋 如果你炒中式蛋的話 你是用火炒還是拌 那就要看看 很多因素 你看看 那一碟是配出來的 是大甜大鹹 又是一件事 你怎樣配搭 譬如現在這件事 上面 你見到它有些 那些 那些叫做 瑤柱缸 大鹹 什麼 是 總之它現在就是 整件事 你只要是 做到它 結身 挺身 那就OK 不瀉油 不瀉油 然後它的味道 就由那些一粒粒 帶給它 是嗎 OK 所以 我不敢說 我會做 我不敢說 我會做 我要試 但是蟹嫩那個 一定是OK的 好吃的 但是 我做幾次 我都抄不到 十足都有九成 我相信 在chip room 裡面 一定有人會問 究竟波山 雞的配方 你不要說 這些不要說 試多幾次就認識的 當天打麻將 你不是說過 我當然知道 但我沒有記實 那時候是教鬧鐘做的 35分鐘 教鬧鐘35分鐘 好 講講 看看看看 我做什麼都放下 要衝回廚房去搞 重點是35分鐘 OK 我們呢 很簡單 我們這裡 剛剛有塊錢經過 那一刻 五十歲大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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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真的 剪得是驚人 交給他 我們現場的狀況 可能坐了二十年出來 坐了二十年出來 可能 坐了二十年出來 吃少了 我就是 你覺得 什麼都沒有吃過 二十年 沒有吃過 坐牢 坐牢 沒有吃過 今天是六四二十九周年 六四二十九周年 是六四二十九周年 是六四二十九周年 是二十九周年 你不去 你怎麼合作 不要說 算了 我以前六四 還要穿黑色衣服 玩之去 玩之去 即是 交給那一集 那一集發明的話 就是玩之去 在心中 不用做形式 沒錯 即是 哪一個 我也這樣說 即是 哪一個 拿李旺陽來玩 他告訴你 你是含駕賊 好 OK 繼續吃東西 講回吃東西 我們 即是 我 為何今天又拍這間 我剛才很興奮 我就見到阿譚先生 老闆 我見到阿譚先生 他跟他打一聲 簽呼 很like 其實他最速的當然不認識我 他當我是一個客人 他坐在門口的桌子 就跟我打招呼 然後我在下面拍開啟動的時候 他跟我談了盡 我看他的訪問 但固然 傳媒拍他 他又是廚灣 裝一下東西 切一下東西 動一下那隻鑊 這樣 你看 很簡單的 養尊處優 他就緊的了 剛剛才 80歲了 你都沒有理由寄望 他80歲 自己做到生水生汗 但是 我從他 即是在鏡頭面前 拿那個刀 動一下那隻鑊 身手是不立的 不是說沒有了 沒有了那些東西 你明白嗎 所以 還有他講話很humble 很謙虛 他是一個名傳 有江湖地位的人 我剛才在下面拍開啟動 可能你沒聽到 就是你不知道 他是 60年代已經是 日本的某間酒店 請他過去那裡做一間酒店 中傳的大佬 你想想 60年代被人這樣畫 是一件很大的事 這樣 所以 他是一個這麼地位 這麼懂事的人 但是他講話這麼謙虛 這麼踏實 其實 我覺得是一個很 值得去學習的一件事 就是 我不敢說我是一個很厲害的人 或者 可能 在看一些節目的 我有些 觀眾也好 粉絲也好 例如我當是MC Steel Pete 或者文敏 健健 習賽波 之類的 他們當作偶像也好 怎樣也好 其實我也是一個很普通 就是 很 游低作氣 我們游低作氣 學起一些東西 經歷過一些很踏實的過程 你都未滿師 人內有人天內有天 我面對著譚先生 我一定不是那樓人 雖然我們今天這台菜 有彈有讚 剛剛 不是說笑 阿奇 不要說 他的鏡頭 動了 今次怕有人教來吃 那一刻 五十歲大叔 有料 我敢說他 喜歡吃肥膏的鱷魚 他都不敢這樣教來吃 你明白嗎 因為這段時間是鱷魚 他整個人都快要死 我想再說幾句 你剛才說譚先生很堪勞 很堪勞 我姓譚 我也很堪勞 很堪勞 不得都知道 大家都知道 人品也好 排品也好 這樣說 你要人是堪勞 你要知道 你自己有什麼不足 才能夠再進步 你如果有些什麼 三十多歲 明明唱歌的 去煮西餐 街知學文 米知年 你那些是瘋了 我曾經有年輕人 那時候 還有頭髮 我一段時間很冷喘 很冷喘 很冷喘 誰來幫忙 那一晚 到處搶著我 搶著要找我去買班 甚至 有人會說 給我當作接 那些 我曾經一段時間 我都好 很高興 你知道你年輕人都是這樣 被人吹捧 被人吹捧 但慢慢 其實 我就當這樣說 可以拍攝 梯子的美食間 所以我沒有想過 去拍這個節目 但是 當我拍這個節目的時候 我看到不同的地方 認識到不同的店鋪 或者做了不同的功課 再加上去接觸到不同的觀眾 我發覺我自己認識的東西 就越來越少 這是一個哲學的說法 是越來越少 你那個 我認識的東西就是一個圓形 是啊 接著我越認識得多 我不認識的東西就越來越大 我發覺原來 哲學性 例如地上最強才算 但又發覺有一個圓形 有一個圓形 有一個圓形 在圓形 越認識得多 越知道 我更加不敢亂去 就是我越拍得 我曾經在聊天 我越拍得節目越久 我是越膽展心境 我是越不敢 不敢構思 那你這樣就錯了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只不過 即是你 你是作為一個溪姐美食家 你就是 不是說站在一個 不能動搖的位置 你只不過是 站在一般所謂的港珠 不是說港珠 即是我們可能 香港人太辛苦了 上班下班 賺食 就是這樣 那可不可以賺食之外 我們可不可以多一點點的意見 我們作為曾經的從業員 或者我們的舌頭 尤其是你的舌頭 尤其是你的中文也好 你的舌頭 你表達得到 你的舌頭又能夠吃到 那多說些 分享多些 說甚麼呢 你這句話是 有人不認同的 我舌頭好 嘩 說到這麼吵 我沒試過你的舌頭 不是呀 我的舌頭 變有味蕾 一定會掘揉 我只是說味蕾 我以為我試過你的舌頭 那你還有 好,所以你絕對繼續加油,我們也希望吃多幾頓飯,見多點東西,有時見到別人不足,我們知道,如果讓我做,我會怎樣做好它呢? 其實大家成長,很老正,不關事,我覺得,自爆,自爆,我覺得是老正 那晚我就很感謝,在節目完結之前,我想分享一件事,我今天是版本龍一的,不是光明,因為是一句句,他玩純音樂 Fancy,OK,Fancy,我今天看了一條,有人分享,因為有提到一條,很舊,他年輕時,彈Merry Christmas,Mr.Lawrence 即是戰場上的法樂勝,但他的手本名作,那時是一個很年輕的他,我就感覺到一件事,一個人是會唸的 就是,年輕的人彈這首手本名作時,感覺到那種才氣,很自我不可一世 那一首歌的演繹,同一個旋律,是很膀敗,很有力量的 你感覺到那種so off,他用的是Yamaha用的鋼琴,幾百萬的 好,到了今時的他,因為他最近有一套自轉上了,他用的鋼琴,是在福島撿回來,一座浸過海水的鋼琴 哦,福島真是麻煩 即是他撿回來,浸過海水的鋼琴,而且觀好它,維修回去拿來彈 是 他在台灣同一首歌的時候,已經在一個垂垂老二七十幾歲那裡 雖然六十幾歲,可能Ryam上去 但是,你感覺到那種,好像楊過最初拿元鐵劍出去那一刻 神經合力的,拿元鐵劍,打遍天南無地手 到達打了一刻,發覺,我都不用用元鐵劍了 我隨便拿一支筷子也好,拿一支樹枝也好 整件事已經是幾重的手,整件事 我覺得做人,仍在一個階段,我曾經交好事,可能不可一手 如果在座這群朋友,早十年前認識我的話 就存在冒頭髮臉,不剝惡如在內 今天,我不敢說,我是一個好客氣,很有修養的人 但我在學習,如何地有修養 我不說那麼多了,其實都說得好印度 放下,放下給你,好嗎 我待會兒打開,我按不下錢給你 好,待會兒,好 然後就,在賣單,只是多少錢 這餐飯,這餐飯2459元 差不多了,多數多就差不多了 對,實際上這麼多東西 可能怕我沒有錢賣單,沒錯 沒錯,沒錯 讓大家知道這餐飯的價錢 希望大家多多訂閱我們的MHK YouTube Channel 記得不要 skip廣告 天馬黑又簽給樂園 不用簽給我 這餐飯我自己吃飯我自負盈規 有能力的話,就訂閱買來重溫計畫 有樂園的台才有我這個節目 記住,我不是Youtuber,不是KWL 我是MHK節目主持人 因為我接下來還會有世界杯節目 記住,有蛋世界飛機妹 這是他改了我的名字 到時見,拜拜 好,拜拜 本來已經說了拜拜 燈都開始閉上了 準備趕人 我早就開始生了 我早就開始生了 但我還有甜品 當然要吃完才說 宇宙那邊還有一堂未走 所以不用擔心 我留下你還會上小菜 好了 這個是西米蓮蓉焗布甸 首先在吃之前 你繼續慢慢自餐的雞肉 剛剛大叔教我這件事 嘩 你怎麼想 這東西可能還要吃人 他竟然就硬要夾 然後 你怎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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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 真是 他就說 少年 人家這個雞肝是很有誠意的 誠意的東西 就不要用少少誠意的質素去吃 OK 不是老 你媽媽就老 你老爸就老 這個東西呢 怎麼照呢 首先呢 你要拿出來 咬下去 這東西 先搓一些 不要吞 起勢在那裡 慢慢照 加個叮 OK 吞 慢慢照 再用舌頭 慢慢 煤回來 那種雞肝味 就出光了 你這個吃法 是我吃棕櫚的吃法 棕櫚無限好 是 你知不知道 我是 MHK 時代 這個低造頻道 低造頻道 我是低造頻道 裡面 供應了棕櫚區內部的協會員長 我是新進會員 我發覺棕櫚真的無限好 你這種吃法就是吃棕櫚 沒什麼錯 你見到嫩滑的雞肉 就是年輕女 對 沒什麼錯 昨天 你說的詞語好嗎 吹彈得破 是形形女生的 吹什麼 吹彈 吹彈得破 這意思是 說她的皮膚很彈很亂 一 吹彈 神經病 那些中文這麼冷堅 那 我小時候看得鹹酥多 但是 這個 你們說得對 首先 中女 不能 太大力 對 一整 浪費了 因為她也有這麼少年紀 你一口 嘩 她害怕了 她不是沒有經驗 對不對 什麼事 有些豆牛羹撞過來 不能 溫柔一點 溫柔一點 你不要用牙齒 用嘴唇 咪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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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慢咪下去 慢慢咪下去 在牙齒面 慢慢咪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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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用舌頭的中心 慢慢搓一下 咪下去 再用舌頭 然後 那種味道 就是在你牙齒的縫上滲出來 因為當她會感覺到 嘩 就是進了你的嘴唇 裡面 都有這麼多變化 你叫 不是 我想說 service 難得我女兒有很多夜場 當你放進嘴唇 你都這樣 真而眾之 有這麼多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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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她會慢慢咪下去 那一刻 我告訴你 那個雞肝就會散發出 它的鷹韻的韻味 是 就是看那個鐘 就會散發出 鷹韻的風情給你 雞肝 你懂得吃 其實很好吃 是 所以 剛才我一說 就說 你是不是很賤人 到現在我又這樣說 完全是兩回事 我想 你這段有沒有看 好嗎 好厲害 好多東西學 好多東西學 反糟前 OK 反糟前 我們去上去 就是正經的聲音 年輕的 年輕的 亂的 這個 就是 一定要叫的西米 西米蓮蓉布甸 西米蓮蓉布甸 一定要 這樣厲害 因為這是招牌的甜品 我昨天訂的的時候 我說 我幫你訂了一個 好像是他买单,我帮他订购 如果我去过中环吃饭的 首领、勇哥、老虎头 都知道,晚上的布典都很OK 你看 你看 很实际,我觉得像是小米的小虎 对吧 因为已经没有了小米,因为是小米的 对,没错 年龙的不太多 好像鼻涕那种,啡啡的那种 就是这样 吃下去 我觉得不太甜 你觉得甜甜吗?我觉得不太甜 够了,没那么甜 是不是? 你是不是喝完酒的人都喜欢吃甜的? 明年龙大,吃不到不甜 我认真吃甜的 你比我小 我心太老了,师傅 师傅,你叫我师傅 你不是吧? 心反照 是 是啊 真的 不是 不算很甜 我觉得这个甜度 適合香港人 適合你吃 你这么胖 吃什么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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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甜 特色就不算太有特色 以香港人吃甜品的质量 因为很多人会出去吃甜品 是很政治,很华丽的那种 中式甜品来说 就是普通的 甚至以我平时吃开 我中华酒家的单味 都有一点不如 我觉得是 因为 如果它放一些栗子 就会更好 如果我 你正正经给我一碗 椰汁西米 然后那粒西米 是烟饪的 有两粒芋头 那我更好 如果你推演到这样 你给花树桃水 我更好 因为西米 我用蜜蜜蜜蜜蜜蜜 西米和西米 我只吃到一粒 很甜 是黄色的 是 是 但是如果你说这些是西米 我正正经给整碗西米 是 我的意思是 今晚 波罗来到 因为我是临时拉夫 叫他来 他顶替了 我经过 顶替了阿俊的位置 他说 我什么都不知道 只要来吃饭 原来拍摄的 我什么工作都没有 有他在 我少了很多东西 轻松了 答嘴是不需要饭 的 先 drink atos 我们都руcast 不需要整R volunteers 我直接才蛋 过了 好好存在 很容易 准备了 我做了一个效果 给他出来 拜拜 拜拜 又來到一級創馬方程式的廣告時間 今次我和富仔集中力都是講莫雷拉和潘頓 怎樣呢 爭五場 沒有想過潘頓這樣反擊回去就要拉開五場 但是開始想說雷順停賽復出之後應該 正常人都會這樣想的 是呀 誰知道很 反而另外那個更厲害了 4比0 昨天俄羅斯對沙地阿拉伯都是5比0 這個4比0在跑馬的角度來說實在太多了 但是似一件事就是什麼呢 俄羅斯和沙特阿拉伯本身的實力都有一些分野 已經講到新型已經知道了 但是昨天俄羅斯的進攻等於潘頓的進攻 過雷拉真的很被動 跟沙特阿拉伯一樣 我在想我給他一個藉口 為什麼沙特阿拉伯過不了半場呢 其實今季菊草呢 潘頓真的拿了很多實力助期 對的 如果兩個人今季菊草呢 暫時的比數是多少呢 47比31 就是差16場 反而沙特阿拉伯本身是85比74 那沙特阿拉伯本身是莫雷拉的主場 但是看看明天那些馬呢 好像都是潘頓先走 其實你看到有些馬呢 例如百老飛牆 都已經在潘頓手上了 那是合理的 那些是合理的 因為你看見阿田泰安那些慣性飄移 真是輸到嘔的 盡開硬又是這樣 這隻又是這樣 這兩隻是顯示到騎士的功力 但是譬如你說有些是WhatsApp回來的那些 就是天賜寶那些 其實梁家俊發揮得很好的 當然有些是炒冷飯 就是羅里亞那些冷飯 精明才子 蕭如志在 甚至乎背湯味的冷飯 歡樂之光都是 明天其實我就這樣數下去 巴勝 天賜寶 精明才子 歡樂之光 白露飛翔 都很大機會 五條煙在手 那莫雷拉那些煙是什麼 死了 全部都是半 即是一半熱門那些 倒雪命區 團結精神 接著就 八十八十 或者說比牌是八十八十 其他都不敢說 已經是同得福 手勢大利還要是另外跑籤 不過這樣 星期三我們看騎士王 潘頓一開始壓到勝 現在開了飛 暫時我們現在五點多六 莫雷拉是一號騎士 但是潘頓呢 1.9倍 好似 雖然賠率方面 潘頓是佔有很多傳熱門 但是莫雷拉那些馬 竟然 多一隻助騎 但是就變成一號騎士 通常莫雷拉一號騎士 好像 穩陣些 穩陣些 明天選一隻馬膽吧 上次老禮的 上次老禮 這次的馬膽 我自己比較想試試這隻馬 寬樂之光 上一場不容易 我覺得這樣走出來 只有一隻叫他追到他 代代為王 你對這群對手 有幾隻跑千八的馬 都要數 所以如果寬樂之光 如果現在有貝湯匪手上 到潘頓手上的話 以這幾個賽事日 潘頓的手風 這樣去看的話 這隻馬來的機會 即是伏黑板的馬克羅斯 全兄弟馬來的 可以用回潘頓 希望不要有事 希望不要有事 剛才我們開了名義 就是莫雷拉還是潘頓 我就笑一笑冷做 最近除了莫雷拉 除了潘頓之外 偉大好像有點回春 嘩 我剛剛的菊草 我想達少這麼難得 兩邊在手 最後一撞完場 是吧 是呀 誰知道差一點 騎得很好的 所以我這次選擇偉大坐騎 我喜歡威風霸王 當然評分就浪了一點 但是近三場跑直路賽 一場輸給大武士 一場輸給滿地可 但是他贏了一場 贏運財同志 我自己看這一組馬 沒有什麼滿地可 甚至乎沒有一些很超班的馬 其實我覺得他有些分頭 可能六到八倍左右 這位騎士今季這些賠率是很精神的 而且一千米不需要想太多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因為可以玩我們一級馬王爭霸戰 看看現在的形勢是怎樣 剛才差點忘記說 繼續買冒促 是的 我想說 你上次說得很對 很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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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的步驟我們 很慢 我就是狀元才 沒有這種本事 忘記再是哪一隻 總之最後一條Q就撤了 我也撤了兩隻 我雷公了 Q那條是雷公了 我也有選擇雷公 再下去前面那隻 買Win那隻 勁勇威龍 我搏他上場 只是沒有跑過 誰知道用死的風雲家糧真的不行 總之繼續都是慢捕捉 如果 現在還有五至六個賽日 大家如果覺得有機會 可以check我們這五位 記得訂閱我們頻道 如果每月的冠軍 可以得到一千元的現金獎 至於亞軍可以得到 我們MIHK的二百元Q幣 希望各位踴躍參加 今集的時間分享差不多 下星期再見 拜拜 好了 又來到香港馬照跑的時間 待會跑了一場 是摩852贊助的九龍皇帝杯 是1800萬的賽事 馬上看看我這場深水的馬仔 我自己就看好四號的帝女花 這是長勝將軍 跑到贏了 另外六號仔的馬壇新星小學雞 都不用忽視 分分鐘比豬肉佬那隻這麼老的馬 咦 所有馬仔入閘了 準備就緒了 一開閘的時候 放頭到豬肉佬 接著有黃腳立 之後是帝女花 龍虎武師 小學雞 石油氣仔 一隻馬都馬不平提 不容有失感 轉入爆炸彎 黃腳立扣了繩子 想由外攤 由內閃進去 但被龍虎武師失主的位 真是老馬有火 石油氣仔因為附綁過重 進入最後的直路 還有幾百米路程 豬肉佬開始發軟體 黃腳立 黃腳立 外攤的還有石油氣仔 小學雞 起勢地追 龍虎武師首先衝過終點 帝女花和石油氣仔兩隻馬 叮當碼頭 看來要看晚點才知道 看到了 龍虎武師後勁有力地衝過終點 石油氣仔拿第二 帝女花雪馬鼻得第三 玩策略 鬥速度 靠走位 香港馬召跑卓上棋盤遊戲 178元 一次過體驗 立即上store.mihk.tv 選購 不想錯過我們精彩的節目 快點上來這個網址 付費之後可以重溫我們精彩的節目 記得訂閱我們的YouTube Channel 和讚好我們Facebook專頁 你們的支持對於我們來說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想要支持我們MIHK.TV持續發展的話 歡迎大家捐款來到我們MIHK.TV持續發展基金 我們就會製作更加多精彩和高質的節目給大家